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8月23日,星期日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可笑的一件事 就是川普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啊 他这个,他说啊 就是,他说啊,说中国人希望我能赢这个大选 这对我来说呢,简直就是一个侮辱 他说太侮辱,他说太侮辱人了 这个呢,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认识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他对这件事呢,是如何认识的 就是他自己啊,肯定是认为 像他的所作所为 对中国,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人呢 真的是作恶多端,可以这么形容 真的是可以这么形容 太恶了,他对中国人 他那个作恶多端,他自己都知道呢 他对中国这么恶 中国人不可能喜欢他呀,肯定是恨他 讨厌他,不希望他好 对吧,他或者害怕他 反正是总之呢,是不希望他 不希望他连任,不希望再看到他 不希望跟他打交道 那他呢,他呢,就会觉得说 哎,中国人肯定不希望我连任 肯定不希望我能够赢得这个大选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 对吧,但是呢 他就没有想到 现在呢,就是说 中国人当中 有好多人就 权衡一下利弊 从长远来考虑 觉得呢,还是这个 川普连任比较有利一些 现在这个话呢 终于是传到 川普的耳朵里去了 很显然 现在传到他耳朵里 但是呢,我认为 他现在不明白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想 他肯定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想 他还说什么呢 他还说呀 说中国人 肯定是希望这个 周拜登赢 说周拜登赢了以后呢 美国人就做好准备吧 美国呢 如果周拜登赢了 那这个中国就控制了美国了 说我们美国人呢 你就等着去学汉语吧 你肯定得被强迫学汉语 中国有那么厉害吗 中国有那么控制了 那个周拜登控制了民主党吗 周拜登和民主党 能听中国的吗 对吧 我就觉得这个川普呢 真的是脑子真的是不好使 就这些 这些关系都 看不清楚啊 这你美国自己的 然后你都看不清楚吗 脑子真是坏掉了 就把让中国给吓得 吓破了胆 吓糊涂了 中国其实哪有他想的那么厉害啊 对吧 中国都不参与你美国的这个大选 因为中国人也不知道 你俩就是谁当选都会对中国更好一些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呢 你俩呢 无论谁当选对中国都好不了 因为以前你像欧巴马呀 什么克林顿呀 什么的 哪一个对中国好了 没有一个对中国好的 我们回过头来呢 想一想 现在在网上呢 好多人就把这个毛泽东当年 还有邓小平当年 他们关于这个美国的这种霸权的讲话翻出来了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呢 基本上一致的 毛泽东那会儿 邓小平那会儿 都是说美国呢 这种单边主义啊 霸权主义啊 对中国进行污蔑呀 对中国进行孤立呀 对中国进行这个霸凌啊 都是这么一个认识哎 你想想看 从中国那个建国 甚至还没有建国的时候 对吧 他们对共产党的这种态度 建国之后呢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 和这个邓小平的评价 再加上我们现在 就是一以观之爱 都是一样的 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 这个态度和立场呢 和做法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跑不了 有一句话叫 天下乌鸦一边 那美国呢 就是中国的乌鸦 他们对中国能好得了 才怪呢 对不对 他就是手段不同而已 所以现在呢 很多中国人就觉得说 那 反正 反正他们 谁对中国都好不了 那你川普呢 就一二愣子 对吧 就那么愚蠢 然后做好多呢 就是 损人 损 损中国 损中国 一万 伤他自己八千 甚至于呢 颠倒过来 伤中国八千 伤他自己一万的这种事 而 他 他会呢 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呢 他越来越作 越来越作 让他的那些盟友呢 他得罪人越来越多 让他那些盟友呢 都离他而去 对吧 他越来越孤立 越来越没有信誉 那你这样下去呢 就是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呢 越来越失去 他的领导地位 客观上来说 那就是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了 而这个 周拜登 他如果上台的话呢 他很有可能 他就会使用一些 这种社交的手段 对吧 外交的手段 去联络别人 去联络 搞好跟他的盟友 搞好关系 甚至呢 去发展新的盟友 去联络别人 真的是孤立中国 那相比较来说呢 还是 川普连任 比较好一些啊 美国 这个美国呢 如果不灭亡 这个世界上呢 真的是好不了啊 就跟你的一个 生活的 这个 生活的 这个区域里面 出现了一霸 对吧 这一霸 如果他 这一霸 不拔掉的话 或者警察 把他拔掉 或者是他自己消亡 对吧 他不除 你这个社区里面 是好不了的 这个美国就是 国际社会当中的 一霸呀 这一霸 不除 就根本好不了 说你现在 全世界联合起来 把他 就两种方式了 一种就是 全世界联合起来 把他给拔掉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 让他自己消亡 对吧 全世界联合起来 把他拔掉呢 这好像 也需要他 就是不断的败坏 他自己的声誉嘛 就是川普 他现在的做法 让他自己孤立 对不对 然后呢 让全世界能联合起来 共同来对付他 然后给他拔掉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让他自己捉 继续捉下去 然后呢 让他自己呢 自己就消亡了 这两个 这两条路呢 川普的做法 都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都能够让美国 往这两条路上呢 走得更快一些 更远一些 更远一些 其他人不行 那个 周拜登不行 周拜登如果上台的话呢 川普的讲话里面说了 他说周拜登要上台的话呢 我们美国很快就完了 他说 我没有一个总统 像我把美国搞得这么好 他说 你们想想看 在新冠这个疫情爆发之前 我把美国搞得多好啊 他就觉得 美国搞得多好啊 这个周拜登 他绝没有这个本事 如果他上台的话呢 他很快就把美国就搞烂了 肯定得出现这个经济衰退 经济萧条 经济危机 那美国呢 就很快就完蛋了 他是这么认为的 也确确实实 美国呢 现在他们面临的 面临的这些一个困难呢 一时半会儿 其实不容易消除 不容易消除 无论是谁上台 他自己呢 他们自己 美国一定是 往这个自己灭亡的道路上呢 会往前走 会往前走 只不过呢 川普呢 有可能比这个周拜登呢 走的 在这条道路上 他俩可能应该是差不太多 可能 但是呢 在这个 在世界上走向孤立 被全世界联合起来 把他搞掉 这条路上呢 很显然 川普呢 会走得更快一些 走得更远一些 周拜登呢 在这条路上 应该是会比较谨慎 会走得没有啊 或者说呢 不太会走上这条路 所以呢 从前来说 还是应该 还是希望这个川普连任 川普呢 虽然说他挥舞着大棒 我们就忍一忍了 对吧 忍一忍了 从长远上来看 对吧 长痛不如短痛啊 对不对 我们就忍一下这个短痛 然后就让川普 继续做下去 他说这个 周拜登 周拜登 如果上台的话呢 肯定不行 他说 我会带领美国 把美国的工业搞好 但是呢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你美国的工业 已经是不可能 再回到美国了 这工业不可能 再回到美国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对吧 人工的成本就很高 因为你人工的成本高 所以你运输的成本也高 你存储的成本也高 然后所以呢 你这个成品之前的 这个工业链里面 工业链里面 任何一部 它的成本都很高 到最后你出来的一个 终极产品呢 就是一个 价格很高的一个产品 那谁会买呢 对吧 你想想 你手机现在 苹果手机 现在 已经是不占优势了 从价格 假如说你搬回美国 去生产的话 那 你的价格 得涨成啥样啊 谁会买啊 对不对 他这个川普呢 脑子里面 没有想清楚 很显然 没想清楚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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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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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